中文字幕——YK 为了救治万民,先有开封府拿出新凤,购买药材,惠名熬药,瘟疫却一点不减,越来越厉害。 本武百官们早朝奏禀天字后,宋仁宗从善如流,听从民怨,出了两个诏书,恩施天下,以攘天灾。 宋仁宗的诏书不仅赦免了天下罪犯,还将民间的百姓商家税赋全部赦免。 另一方面,又在京城公冠寺庙内,做好法师这些诚心,不仅没有感动上灾,温灾却愈悦愈烈,更加严重。 袁议员注意到,水浒专中,面对天灾,宋朝君臣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, 却不见效后,还是参政知事范仲淹,又提了一个建议,请天师兴议灵朝,在京城做一场三千六百分罗天大教,以让此灾,保四方太平,在中国道教的宗教活。 众中,罗天大教是道教斋教科义中最隆重的活动之一,也是祭祀天神,消灾求福的最真诚的善举。 仁宗当即派出钦差内外提点殿前太尉洪信,捧着皇帝的亲密预兆,前往江西龙虎山请张天师张真人。 袁议员发现,这一届的龙虎山天师,颇有个性,性情淡薄,不太世俗应酬,就在山顶结下一毛安,潜心修行。 洪信此行,为了见到张天师,也曾摘进沐浴,步行上山,扣请天师。 却不料,贩徒吃了些奔波苦头后,以朝廷命官自诩,怪罪天师摆驾子,心生沉怒,引得了一青蛾白骨,和一具蟒蛇的惊恐。 当天师骑着青牛,吹着笛子出现,洪信却又不时虚敬天师的庐山真面目。 草率下势,展开全文袁议员发现,完成皇帝的任务,道众一行请太位游山。 走到右郎一处的伏魔之殿后,洪信好奇心很强,就问此处是何地,因何会有层层叠叠的风皮,得知是历代天师所镇。 魔王之地,洪信更想看一下魔王挡着啥样子,非得让山中道人打开此门。 但洪海却以假称风阵魔王怪事,山获军民百姓唯有威胁到人,如若不打开,就要奏到皇上,追了度蝶,赐配冲军,流放外地。 伏魔大殿门被打开,洪信看到中央一龟驼石碑上,刻着四个真字大说,欲红而开,洪信无知且大喜,数百年前就已注定我心在此,这明明就是教我打开的,看了魔王又何妨。 万丈深血被打开,一声震天响亮,一道黑气直冲上天,又在空在化成百石道金光,散向了四面八方。 千古幽门一旦开,天罡地煞出全台,自来无惑多声势,本仰灾却惹灾水虎传中,师奈安老师曾用诗句,来形容洪信放出三十六元天罡,七十二地煞星,降临凡间一百零八条梁山好汉,搅得大宋乾坤江山愤恼,兵戈四起。 元义元刘新道,三十六天罡星与七十二地煞星,在神话名著风神演义,和西游记里,也曾出现过。 风神网中,江子衙尊元是天敦师命,赤丰通天教主必由门下的一百零八名弟子为斗部天罡地煞星,这些弟子,且均是在结教百下的万仙阵中阵亡。 其中,天奎星高眼排在三十六天罡星之首,帝奎星陈继真排在了七十二地煞星之首。 水虎传中,也多次提到,即使与宋江就是天奎星,因此,能坐上梁山手把交椅。 而帝奎星,则为神机君士诸武,身份极为重要。 那么,风神演义中,通天教主必由门下的弟子们均以风神,因何在水虎传中,却被称为魔,且被镇压在伏魔大殿呢? 风神神话里,红军老祖曾对元始天尊、太上老君和通天教主三个弟子说过, 凡上风神榜,以观众先根形浅身,或先,或神,各成其品。 元始天尊在风神前,也曾指出,而等虽文至道,为正菩提,贪施未托,称怒难除,而自惹在犹特面江上一结韵。 知轻重,顿资品质高下,风儿等为八部正神由此可见,一切自然万物,不离阴阳,风神后的神仙,也有善恶好患之分。 天罡地煞星隶属于砍弓斗部,这些神仙多为凶星恶煞。 中国民间神话传说,中,天罡地煞星,也被星象学家所称住凶杀之星,同时也泛至凶神恶鬼。 或许正因如此,龙虎山内的右侧,才有意设立伏魔之殿,以镇压凶煞之神,祈福三界平安。 就此话题,您有哪些看法或高见? 欢迎留言互动,参考资料,水浒传,风神演绎,中国神话,中国民间传说,《易经》等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《易经》